五花肉切片 小红椒切成圈 大蒜子切成片 黄瓜切片后加入盐 抖匀后腌制15分钟 15分钟后按压出黄瓜中的水分 挤水后置于壁纸上晾晒2小时 热锅冷油下入五花肉片 小火煸出油分将肉片煸香 再加入蒜片和小红椒圈 一起煸炒 炒去辣椒的造型 炒出辣椒的香气 加入盐蚝油和黄瓜 转大火翻炒 最后加入鸡精 淋入少量的水 翻炒均匀 美味即成 炒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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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均匀